我的宗教信仰 尤其從前以來 一直 最重要的力量就是關公 關公對我們團隊來說 在打擊犯罪 都是一種重承諾 重忠義 大家團結在一起 面對所有的挑戰 所以當年的所有行程 同仁們都知道 我們大家要一起要出勤務的時候 都會拜關公 就是讓人見所有的力量 所以這是我的信仰 我相信郭台銘的信仰 是跟我一樣的 所以都是在關公精神底下 大家團結台灣 努力做事 為台灣做出一條國際的道理道 這是我最重要的一個經驗 所以 當時我記得是在3月1號 那時候大概五年前的3月1號 我自己寫的 說我還會秉承我的初心 不分任何言次 只要能夠為台灣做事 大家都團結在一起 尤其選舉 選舉 不要去用抹黑跟造謠 然後更重要的是 大家能夠團結 用正向的盡量 今天的政策 公共政策 大家可以好好討論嘛 可以好好討論 不要去用 那種政治抹黑 甚至政治口水 我覺得那個都沒意義了 所以其實我們用做出的態度 來贏得民眾的心態 謝謝